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麻辣鸡翅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呢双击点亮爱歇 首先呢准备这个鸡翅钟 咱们呢给它清洗干净 在这个翅钟上面呢 咱们用刀两面呢给它拿上两刀 加入葱姜 少许的盐啊 这个盐一定要放很少 然后加点料酒 咱们给它抓匀腌制半个小时 腌制好的鸡翅呢 咱们凉水入锅 给它焯开啊 焯出这个雪末 捞出来之后呢 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 准备点干红辣椒 花椒麻椒 葱姜蒜 如果能吃辣和麻 那个花椒和干红辣椒呢 多放一些 准备一小勺的皮线豆瓣酱 和一小块的麻辣火锅底料 锅里呢放入适量的油 爆香葱姜蒜 干红辣椒 花椒麻椒 炒出香味之后呢 咱把皮线豆瓣酱和火锅底料 放入锅内给它炒出红油 然后呢 加入点鲜酱油 加入点老抽 把焯好水的鸡翅呢 咱们下入锅内 给它翻炒均匀啊 炒满这个酱汁 然后呢 我加的是这个啤酒啊 啤酒做出来呢 有很浓的一股麦香味 不喜欢呢 你可以直接加清水 然后呢 咱们加入两块冰糖 没有呢 也可以加白砂糖的 烧开锅之后呢 咱们转中小火 炖煮半个小时 然后开大火收一下汤汁 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吃 麻辣过瘾 喜欢的朋友呢 试着做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